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共修 一起进入一个很清净的神圣的空间 那当然了 今天也请大家欣赏一下沃泰华的道场 其实看了这个 也不能讲满山遍野 它就是整片的园林 好像整个的枫叶林间 当然还有松树等等 看到它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从最入门的这个地方开始变 现在已经变到里面 整个开始呈现 好美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最早就今年度 最早看到我前几天拍下来的这个风红 供养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那当然了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不是只有这个风铃之美 就是在这一块净土里头 昨天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天 9月17号 这讲的是昨天星期六 我们一整天 从早上 早上对外就是第一天的 第一次的英文禅修佛学班 十几位同学 那他们在上课期间我们都不敢进去打扰 因为就我说场地就只有一个嘛 那所以不打扰了 就在大部分我们在外面清洁 或者是在这个kitchen trailer 我们外挂室的一个大寮 就在里面帮忙 所以我们方圆一直很挂碍 说我这个油喷到了 我说没有关系 如果各位眼力好 就看到像梅花路一样的 一点一点的斑驳有致 这个就表示有参与的因缘在里头 所以我说不是问题 那总是很高兴 同学们下课之后 因为我们也在试着说 他们来到下课走 其实中间有一点点是误餐的 11点半快12点 那么就也试着试看看 很感谢我们的小王伟 供养了我们他们公司的一些白色的 这些碗盘 要不我们方圆试看看 把我们昨天的面 这个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当然不是最终版 不过是试运型 这个在风 不是在风林里头 因为我们把那个桌子都搬到 这个比较靠近 这个帐篷的地方 大家也是很开心 虽然是知圣法师小路一手 但也看得到诚意 简单的用一下面 然后翻前面 下午一点半到三点 是国语佛学班 中间呢 其实因为大家谈话的时间 尤其我昨天第一次 我用了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因为国语佛学班也好 跟之后在这个三点半的时候 又是粤语佛学班 这很感谢 有这个讲广东话的机会 都三年 超过三年 没有用广东话去讲课 所以还好 我觉得昨天讲下来还没有 这广东话讲说 讲的这个七七八八的 或者叫做啦啦卡卡 就是讲的不顺啦卡卡的 昨天感觉还好 这个没有怎么样退步 那总是呢 看着佛学班 一般一般这样子接 那个人回来在现场 真的其实心中也有一些感触 当然也很小有遗憾 就是有几位同学 上课前十分钟 上课前半个小时 打电话来讲 家里头小朋友咳嗽发烧 所以考虑再三就不敢影响到 其他的来来上课的同学 就有几个人就请假 就等我们再剪辑完 因为有些是比较像自我介绍 怎么这个会把它剪掉 然后再整理好 看看适合的话 因为行门的课程 真的是要看看 如果适合就放在网路上 YouTube 如果觉得分散太零碎的话 那倒不一定 因为经过这个行门的 学复兴一些课程之后 还会有一些比较是解门的课程 像我今天就稍微讲一下 过去呢 我按照同学的这个程度在排课 那也是可以讲是比较熟悉的 那但是经过这个三年的疫情 然后呢 也经过到场搬家 那同学的这个成员 就学员来听课呢 我觉得多了很多心面孔 所以就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自我介绍了 包含说学佛多久啊 这个有没有学习过哪一类的课啊等等 我大概都这样询问了解一下 那现在比较具体知道 所以看来呢 在这个年底呢 基础课程这部分 不管是学佛行仪 那形仪上 我原本是想说 佛法生三宝相对的这部分 相对应的一个三宝地址 应该要学习什么 讲一堂课应该可以 但是我大概这样听过之后呢 我决定把它拆成三堂课 再详细一点 会比较适合 所以也还好 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是长期的嘛 我就觉得 不要太过去迁就说 这个像才艺班 兴趣班 八堂课就要结束了 休息 然后之后在八堂课如何 就没有照那个方式 我想这个佛学班 我就不走这个兴趣班了 我说不能当兴趣的 这个是一个三宝地址 你这叫求法 求之不得 我昨天也提到说 那佛法在哪里去求呢 你说我就到Temple来求 其实不是的 佛法在恭敬中求 你心存恭敬 你对三宝的恩德 你非常感谢 来到世间一趟 得欲三宝 这要怎么珍惜 所以那种法不是说 规定你来听 点名你来听 也不是 你再来求法 再来请法的 那总是 这个佛法 这是世间稀有 得欲实在是 很庆幸 所以昨天我就觉得 真的是 这个疫情开始 然后到昨天 这是第一次 面对面这样上课 觉得弥足珍贵就是了 也有一番 感受在心头 那总是 我说几位小有遗憾 临时可能接触到什么人 那自己也真的要 为了要照顾大家 所以自己也稍微 就要居家观察一下 是比较好 这不勉强 那能够回来 果然那个互动真的不同 我知道现在我们全球 各国各地 应该都有一些道场 比较是可以开放 我想可以开放的 应该超过一半以上 那当然 沃泰华这里也可以 相信人也不多 大家还是比较 才保守一点 那现场的义工 大概包含工作人员 应该讲工作人员 大概就是五六个左右 所以再有几位 你跟这个道场打个电话 报备医生 应当 就你在家里经过快筛 阴性没问题 全程戴口罩 都能配合 那还是可以 照顾医生 就讲一下 还是可以回来参加共修了 我想 趁着现在天气还可以 现在 各位看这个 这一片枫叶 变色 开始觉得很美 这是应该是比较 早几天的 最早的一批了 但是看了这样就知道 其实日夜温差很大 早上白天 大概在17度 要看几点钟 一天之中 最热的时候 也有20来度 但到晚上 降到 摄氏差不多7度 8度 就是这样 这温差开始变化的时候 这个枫叶的颜色 开始显现出来了 所以有这些变化 还是 它是自然之美 那另外就是 今天 昨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昨天 是我们全球 所有报名 这个世界理事会议的 所有的法师 会员 那尽量上线 在一个平台上 就是去测试 当然也是了解这个平台 那昨天这样报告出来 我觉得 其实看了是觉得真不容易 就是 这是惠东法师 真的这一年来 非常辛苦 我看 比如说 这知行法师带着 还有惠仁法师 跟Janice 他们带着IT组 那个妙皇法师 带着行政组 当然典礼组是如松法师 还有我们各个协会 是配合者 但最主要的还是像 妙皇法师他们 行政 IT他们 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是看到一个 什么叫修行人的涵养 不管 这个在群里头 我这个 我漏了什么 怎么没有我 我有报 如何 很多 真的是零零种种 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好多 这样几分钟没看 一下子 哇 50个 就是已经 还没有看的 就这么多 我看妙皇法师呢 他就是说 没有问题哦 我现在这边 正在处理什么 完了之后会 马上答复你 会帮你处理哦 请耐心稍候哦 他就是这样的语气哦 看了我都觉得 真的是 我要讲他不愧是孔子的后代嘛 他是孔子的这个 他们的族谱的这个传承 这个族谱里头 是有记录的 他跟满记法师 双胞胎的姐妹 师兄弟 真的那种涵养 真的是很佩服 一般的人 哎呀 这么烦 这么杂 就毛毛照照起来 但是完全没有 不但没有 他还要安抚 安抚 好 我马上就处理到 您这一边咯 怎么 这样 看了很感动 自探不如 佩服佩服 没有火药味 就是这么欢喜的 我能为你服务 这次可以参与这样 很高兴 都是这样的哦 真的了不起 这刑法师也是一样的 Janice大家 那个工作量真的很惊人 坦白讲 各位只有你自己参加 所以各位真的要参加佛光会 我也很高兴 昨天还有人报名 就加入佛光会 即使加入 新的朋友 很好 那总是 我们线上的朋友 你自问 你认识佛光山 你看到佛光会在做 为什么不成为其中一员呢 如果你还不是的话 欢迎加入 那另外就是像今天 当时也有几位小朋友 因为自己的弟弟和怎么样 有咳嗽 也是 就是留在家里都不能来 小朋友 天天背着书包 穿着制服 又不能来 我心里都觉得 很不忍 所以现在开始了 就先邀请他们回来 聚聚玩一玩 有个同乐会 那就是今天下午一点半 所以讲起来 从昨天的早安佛光 今天 各位可以感觉得到吗 沃泰华佛光山 临时佛堂 其实不临时 它一样完全的 就是把握着所有的机缘 然后创造更多的 让大家欢喜 让更多的人认识 人间佛教的这个机缘 总是今天就很高兴 迎接这些美好 那希望大家 也在这个美好之中 好了 现在就这样分享 我们准备去精进共修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